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那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同时也是这个礼拜收周线的日子 那我相信在这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让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觉得有一种那种峰回路转 然后到最后结果 其实还不错的感觉 今天最终最终上涨71点 来到8738点 但盘中的最高点来到8755点 他已经是突破了 当时在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一个礼拜之前 那个时候脱欧 英国脱欧结果失败 最后离开欧洲的一个投票结果出来之后 他的那个长黑爆量的一个高点 基本上不论说是收盘价 或者说是以盘中高点来看 他都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个这个当然代表一个意义 就是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市场讨论到讨论度最高的 当然就放在这个所谓脱欧的一个议题 但是在今天突破之后 他其实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短线上面基本上这个问题 脱欧这个问题 他不会再对台北股市也好 全球股市也好 带来任何的一个影响 好 但现阶段 既然这个问题这个要素 他已经解除了 那我们必须要回归到 这个行情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从低点 拉起来到现在 今天的高点已经涨了381点 接近400点的一个状况底下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才是观众朋友 你现阶段你最需要 特别留意的方向 好 那我相信这个行情 其实过去这几天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这个行情短线上面 他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一个小时线的KD指标 来到了一个相对高档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他有出现了一些 这个图可能看不清楚啦 但是你稍微看一下 你手边有看盘软体的话 其实今天小时线的KD指标 已经从高档转折向下 对不对 好 但讲到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你也不要说 老师你看空 没有啦 那个原本一个多头的行情 他就不可能每天是曾经上涨的 那过去我也跟大家提到 我认为这个行情如果有压回 他其实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是说这个行情 可以走得更健康 另外一方面是你过去 你没有上车的一个投资朋友 反而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点当中 逢低去做进场嘛 好 所以你看后续这个行情 大概原则上一观一观看 先不用看回档幅度太深 我们先来观察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 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五 当时当然出现了一个 向下击杀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今天 他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这个地方短线上面 他是具有一个 他具有一个特殊一一的一个价位 所以原则上如果有回测到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会是你短线上面第一波 你可以去做切入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 原则上这个行情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应该要比较积极 你应该要比较乐观 为什么 因为这是短线上面的拉回 但是我在昨天我跟大家提过了 你就整个月线图的一个格局来看 不论是我过去跟你提到 五月份当时 7999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 我跟你提到 回测十年线 后续都可以涨到千点以上的行情 或许当时你不相信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 好像真的有那个样子 然后搭配上什么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搭配上月KD的一个黄金交叉 过去也都是大行情 搭配上说年限的一个部分 当然你就整个年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年限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 扣底的是7月份 那扣底7月份 其实当然代表的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看 它接下来会扣底这一段 对不对 那只要台北股市 没有出现大跌的话 那个年限 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翻阳向上 那翻阳向上 它有它的代表性意义 因为过去它出现跌破这样子 然后同时年限下弯 它就从9000多点 一路跌跌到7203点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同样在上弯的时候 它其实也有助长的力道 上一次翻阳 如果我们从月K线的格局来看 它是从8093涨到10014 这个是大概2000点的一个大行情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接下来的行情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你去想说 到底台北股市还会不会涨 而你要想的是 你要在什么样的地方进场 你要在什么样的价位去买股票 以及你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所以这是我过去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过的嘛 我说做股票 原则上破例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判断整个行情的多空 然后断定什么主流会涨最多 以及你要在这个主流当中 你要买什么股票 买哪里跟怎么出 我想这个不需要再举例子了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相信其实你已经看到 很多这样子 为什么每天要跟你 对于行情的解析 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你看夏老师的节目是为了看 夏老师对于行情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好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要看行情也好 你要看股票也好 那相信夏老师跟你所提到的部分 你应该都可以认同嘛 好那重点就要回过头来 那既然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多头架构 你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先来提一下 今天市场上非常关注的一档个股 叫做2409的友达 对不对 好那今天友达股价攻到 跳空往上去做攻高 结果最后收在平盘上面涨 一点点 那就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早就跟你讲友达这样的股票 他不会走出多头 或者说他产业很差 什么样的之类的一个讲法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提 我刚刚其实在盘面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强调 有时候那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多头的行情 他绝对不是说他每天都在往上去做攻击 你自己想你也知道不可能嘛 然后股票每天都在涨的 但是有没有股票他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 但是最终走出一个波段的 有啊这种股票其实很多 对不对 所以针对这一档股票 其实我们从6月29号 当时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 我说这个往上的拉台 它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实际上也不是只有6月29号 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有听夏老师在那个非凡解盘的 一个投资朋友你都知道 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概念 我就说友达比群创好嘛 那个那个部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这一波涨最快 涨最凶的不就是友达吗 好所以你看到他的股价 创下今年的新高 为什么要特别跟你强调 今年的新高 这个代表的是他的市场上 他没有太大的一个套牢卖压 所以包括了昨天股价是在创波段新高 其实今天股价也是创下新高 但是重点是股价到底走完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猜 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这叫涨多性的拉回 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说 这行情就要走完了 对不对 那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 那你说到底要相信谁 对不对 夏老师告诉各位嘛 不需要猜 我们就看市场的那个筹码 分布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如果说他在市场上 成交最大量的那个区域以上 代表什么 代表赚钱的人多啊 那赚钱的人多是代表是多头还是空头 当然是多头啊 难道有人在那个空头做多 然后赚的人还比较多吗 理论上应该不会这样子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之前跟大家所提到的 现阶段以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1月6号嘛 对不对 就这样一路过来 到今天为止 你可以看到成交的部分 夏老师只是帮大家标出来啦 我没有自己把那条 把这个成交的话特别大 实际上你自己看K线图也知道嘛 对不对 过去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去做整理 所以这里有一个大量 这里也有一个大量 但是这个成交比较大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提到说 你不可能期待它每天涨 但是它如果有震荡压回 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它其实都算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对不对 所以陆陆续续也开始陆续听到 包括它要跨度OLED 包括32寸的面板报价上扬 这个都是我过去 包括我在连线的时候 我在早报当中 甚至我在APP里面 我都有跟大家提到这样子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原则上现在已经有法人认为说 他们喊出 他们认为面板会转亏为盈 但是基本上 我们先不去跟大家评断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即便像友达这种大牛股 大象股 它也有可能会跳舞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看大型股 看不起 有些大型股在 真正出现一个大转机 或者基本面好转的时候 它其实股价也有机会 拉出一个大波段的涨幅 对不对 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的台积电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面板类股 当然它其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那你说这个时间点 友达已经冲上去之后 有没有什么股票 它其实刚好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准备向上突破 面板相关的一个个股 是大家可以去做追踪的 夏老师今天跟大家提一档个股 除了我们过去提到的普瑞之外 另外我觉得有一档个股 其实非常重要 这档个股叫什么 这档个股叫做泰鼎KY 后来改那个代码之后 夏老师一直觉得不是很习惯 以前叫做F泰鼎嘛 以前都是F摆在前面 然后现在都摆一个KY在后面 好那无论如何啦 代号是没有改变的 叫4927 好那这档个股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看他跟友达像不像 你看他跟友达像不像 基本上他最近今年以来 他的一个成交量的分布的状况 是不是都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当中 大概就在这个价格嘛 然后你说上档也有一定的成交量 但是在这个价格当中 他只要稍微跳空一点点 他是不是就越过了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你说他也没有本钱 去越过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你就要拉回来 技术面来看嘛 那这档个股因为他做的是 面板相关的PCB 那个面板相关的一个PCB 做的是那个基板的部分 所以他的一个业绩跟营收 他其实跟面板产业 其实息息相关 好所以我说这个当股票 他第三季 他是他的传统旺季 我知道这样子讲 观众朋友可能会讲说 老师啊你们故事都讲得很漂亮啊 实际上出来的数字 有没有这么好 大家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要来看这个部分 谢老师绝对不是随便讲讲 我们先来看这档个股过去的表现 今年的第一季赚0.82对不对 然后去年的第一季赚0.53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部分 这个是大幅度成长将近50%嘛 对不对 好那成长50%代表他今年的业绩 第一季至少他第一季 他表现是很好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为什么告诉你第三季是传统旺季 我们来看这几年就好了嘛 103年的第二季 EPS是0.95元 103年的第三季 EPS是1.61元 103年的第四季 EPS是0.41元 观众朋友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这里特别突出 对不对 因为他跳到1.61元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是单纯只有一年的话 他不足以形成惯例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去年第一季0.53元 第二季0.63元 都没有大幅度的成长 但到了第三季 他的EPS叫做2.02元 去他前一个季度才赚0.63元 但他到了第三季他赚2.02元 他赚2块钱 所以你看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年第一季又比去年来的成长 以这样的规律来看 他的接下来的第二季第三季 因为他的营收其实都是成长的嘛 他的第二季第三季 是不是都会赚得比 如果毛利率没有变的话 是不是都会赚得比去年多 对不对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角度 那他到第三季 他又是传统旺季 观众朋友今天是 今天是7月1号 7月1号是什么时候 7月1号是第三季的开始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观众朋友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不针对这种股票做布局 你要针对什么股票去做布局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他去年的获利加起来是 4.34元 那今天股价收盘多少 39块1 本益比不到10倍啊 所以他符合了什么样的一个要件 为什么要跟你特别强调那个股价 它的价值是偏低的 就如同我过去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提到的 我说股价长期是体重机 因为他会反映他的真实价值 对不对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个时候买股票 他是买在一个相对的低档 买在相对低档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我没有叫你去做追高的动作啊 因为追高第一个 你会有风险嘛 万一那个股价翻下来怎么办 我知道你的老师很喜欢带你做追高啦 但是夏老师不做这样的事情嘛 然后第二个是告诉你说 在股价在相对低档你股票买起来 你可以很安心很放心 而且你可以买的多嘛对不对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我觉得是你要特别去留意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面板类股在这个时候能够转强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友达的这些要件之外 那另外包括反而认为说面板股会转亏为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它也发生在第三季不是七月份 是发生在八月份 这件事情叫什么 这件事情叫做里约奥运 对不对今年2016年嘛 每四年办一次奥运 好那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就会讲到这个部分 当然你说面板算不算奥运相关概念股 多多少少啦 因为现在都要要求高画质嘛 所以你如果过去的电视不支援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 你就有换电视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友达 或者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泰鼎 它股价能够大涨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刚刚竟然讲到奥运相关概念 我觉得有一档个股 一定要跟大家去做分析 这档个股你一定非常熟 但是你一定不能讲一定 你应该没有买过 这档股票叫什么 这档股票叫做 哎滑鼠滑不动 这档股票叫做什么 叫做Nike 好Nike应该知道吧 就是那个球鞋打勾勾的那个 那跟大家说叫Nike嘛好 它是全球运动产品的一个龙头 那这档个股其实 它第三季其实很有趣 我们来看最近十年 当然不含今年 它是07年的第三季 导播稍微帮我们带一下 带稍微近一点 这是07年的第三季 你说老师股价没有涨 这是季线 然后08年的第三季 收的是红K 对不对 09年的第三季 收的是红K 10年的第三季收的是红K 11年的第三季 收的是小黑K 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 那一年叫做 欧债危机 好欧债危机 到了12年的第三季 股价收红 到了13年的第三季 股价收红 到了14年的第三季 解错了第三季 股价也是收红这一根 到了15年 也是去年的第三季 股价收红 好所以你发现什么事情了吗 如果以Nike这家公司来看的话 他过去表现最好 一年当中股价表现最好的 那个季度 不敢讲每一年都是第三季 但是平均起来 你刚刚应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红K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平均起来 表现最好的叫做第三季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观众朋友现在是第几季 7月1号是第三季的开始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我们以四年一次的 奥运来看的话 奥运年他如果在第二季 收黑的话 他第三季他一定收红 对不对 这是过去的一个惯例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夏老师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当然不是叫你去买Nike 我们也不能够建议你去买 美国股市的股票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台湾有相关的奥运受惠概念股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这档个股我觉得 后续是大家可以特别追踪的 因为它股价在绝对低档 这档个股它是奥运概念股 它第一季的EPS比去年同期成长 而且营收到1到5月 它的都持续比去年同期来的成长 所以这家公司在一个成长的轨道当中 同时它5月份的营收是历史次高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股价有没有在低档 它股价当然在低档 那你会看到这股价有没有拉出幅度 有嘛对不对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张图告诉你什么事情 它告诉你说在低档 看起来股价没有波动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吃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成交才会分布在这里 你看前面到这里是到4月份 到这里到5月份 它前面5个月份都没有成交在这个价位 对不对 你看K线你就知道光这两个月的时间 它可以成交到今年 这档股票到今年为止的一个最大量 这代表什么 代表低档爆量有人在吃货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重点在于说 不是要告诉你什么名牌到底可以做 而是说在进入整个下半年开始 你到底你的选股方向在哪里 你到底你接下来你想要在股市当中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会决定在你现在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所以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如果上半年 如果操作不是很顺利的 谢老师都已经一档一档 一个产业一个产业 帮大家把股票挑出来 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 这个时候不是等着 接下来去做印证 而是能够跟着我们同步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能够同步去做进场 我希望观众朋友 趁着假日的时候 好好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把它把握住 把那个讯息把它掌握好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你在股市当中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 顺利的操作结果 我希望观众朋友 好好把握 广告当中拨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联络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值 我觉得你做特别追踪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所以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这个现阶段的台北股市 我觉得你真的没有看空的理由 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不论是月线的技术面格局 年线的翻扬 然后十年线的一个位置 月KD的黄金交叉 这个代表的是大盘多方的一个架构 但是你如果单纯要从股票来看的话 你一定要看这两个股叫做台积电 好那你可以看到今天 它上方有一个数字叫166 对不对 那基本上软体是这样子 就是你有新高点的时候 上面就会有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当中代表的是高点 好所以你看到今天股价 出现了一个新高 实际上它是平新高 166这里也是166 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在于说 在这个礼拜一 它去做除千息 配6块钱的现金 它从这个位置每天三天的时间当中 把这6块钱填掉 填掉之后不够 礼拜四再涨礼拜五再涨 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一档股票 还原全值的话 它是创下台积电 有史以来的历史新高 那既然台积电股价走 这个当然代表的是半导体产业 那半导体产业它很多东西要提 但是今天时间不太够 我只跟大家提就是说 现阶段台湾最重要的两档半导体公司 一档是金元代工的台积电 股价创下新高 另外一档叫做 IC设计的权重之王叫做联发科 你看我过去跟大家提到 我说外资其实漏了一些东西 一个叫做 揭发科技卖给四维图星 四维图星的大股东是中国测绘局 那是官方机构 好那第二个则是 它跟立企合并的一个纵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谢老师跟大家提就是说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强调 我说我认为联发科在今年最终 那个找出来的成绩 会让很多分析师 尤其是外资分析师跌破眼镜 如果不相信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那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股价 昨天其实股价创新高 今天股价还是持续强势 那基本上在上档套牢筹码不多的状况底下 那个有点跟那个友达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倒是不需要 把这个股价看得太淡 那最重要的是它本益比16.5倍 它会带动整个IC设计的本益比持续做上锈 那IC设计股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很多了 因为剩下30秒我就不多提了 我这个时候要跟大家提的是 另外一档电子股 你看这档个股它也是两年的大底 而且它也是第三季进入旺季 所以谢老师选股的方向 都是从这个地方去做出发 股价在相对低档 你不需要担心追高 你可以买很多个股 然后抱一个波段 你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这个是叫谢老师选 选相对股价在相对低档 股票最主要原因 那搭配上它的第三季 它进入旺季 这个时候来做布局 你才有机会把握到 接下来不论是台北股市也好 不论是个股也好 它的一个大波段行情 所以我希望你在整个上半年 如果操作没有很顺利 那没有关系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重点是下半年 你要怎么样达到 你今年年初你设定的目标 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 一起把握这一波的行情 广告当中播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的联络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